另外呢贾博斯传好多人在等这个内容到底写的是什么呢 中国时报也抢先曝光了 书中写到了是贾博斯跟苹果设计团队负责人 常纳森艾夫被誉为是当代最伟大的工业设计二人组 那么贾博斯呢把设计奇才艾夫呢称为是心灵的伴侣 不过呢艾夫却是也是受到了贾博斯伤害最深的一个人 贾博斯内容里头呢是惊爆了 艾夫对贾博斯抢去了太多的功劳 觉得十分的不满 当外界呢把贾博斯形容为是苹果创意之王时 艾夫呢就变得是浑身是次了